本周重点提要 幸福小组国际研习会 看见传福音的关键 RPG复兴祷告 幸福小组彼此带导经历圣灵 新加坡神之星教会 累带增援为神国造梦 建堂教会九份教会背后的故事 平安欢迎收看好消息国度料 我是孔庆雅 时隔五年高雄福气教会 再次举办了幸福小组国际研习会 共有海内外超过200间的教会参加 过去几年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福音工作遇上了各样的挑战 这次的聚集再度凝聚华人教会 传福音的使命 幸福精动 教会福音 港湾旁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来自八个国家 219间教会超过3600人 在幸福小组国际研习会上 再次聚焦教会的福音使命 重拾起初的爱心 疫情后 华人教会同心传福音的新智 再次启动 这一路的牧羊和增长 最大的逆绝就是舍己 为童工舍己 为Best舍己 用主的爱跟他们拼合 从2017到2023年 我们区总共带领了308个人 受洗 相信是为我们 宣传军都可以 台福音会遇到各样的挑战 这次有海外34间 台湾185宣教会的牧者 带着弟兄姐妹参加研习 在台福音的道路上 独自激励 倚靠圣灵的大能同行 幸福小组是一艘 一艘的救生船 全面每个救度都是救生员 带着弟兄姐妹 这条幸福小组道路 这条路不是跑马拉松 不是跑马拉松 需要坚定的心念跟耐心 参加这个幸福小组演习会 我们能够得到很多的一些的激励 这久了我们觉得 我们也好像有一些迟钝下来 那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在领域里面 很多很需要获得激励 在香港很闷 因为疫情 因为政治 但是当我们做福音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神人人在掌权 因为有蛮多教会 一起在做幸福小组 那也会激发我们弟兄姐妹的 更大的爱心 幸福小组推动多年 一些教会遇到瓶颈 这次的主题 看不见的更关键 希望帮助教会调整更新 因着倚靠主 传福音不灰心 教会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 叫做爱灵魂的心 什么叫做真正能胜 就是将人的心意夺回 使他们都顺服激动 疫情后 恢复举行的 幸福小组国际研习会 再次挑望华人教会 一起投入传福音的行动 愿主的名在世界各地被高举 以上是多TV新闻中心 高雄采访报道 神使用华人基督徒 在世界各地见证福音 节目中我们也专访到了 杨启如牧师 鼓励众教会弟兄姐妹 勇敢为主来传福音 在传福音中 经历十字架的爱 幸福小组最重要的 就是让我们的道理成为生活 让我们的道理成为实际 你讲爱 这个人来了 他是不是能够感受到 一个真实的爱 那什么叫做爱 教会讲的爱跟社会讲的爱 如果都一样的话 那还要你教会干什么 所以教会的爱跟社会的爱不一样 是因为教会的爱 就是十字架的爱 十字架的爱就是牺牲 牺牲的爱就是十字架的爱 传福音的时候 它就在反映你的教会的核心思想 教会过去所谓的把真理 都是把它当作道理在传讲 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学问 我们也把它讲得很清楚 其实最重要的真理的意思 其实不是道理 真理的意思就是 它一定具有实践性 真理就叫做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是什么 是可实践的 如果我今天道理讲爱要爱你 那我爱你爱不下去 那我问你 那到底有没有道理 真理是我们要去爱 对不对 那么你不去传福音 你怎么去实践爱 所以你一定要去学习 去传福音 你去传福音 你去传给一个不相干的人 你去传给一个 甚至你看起来很讨厌的人 可是你为什么要传福音 要去学习爱他 因为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爱 在各个年龄层都需要十字架的爱 今年研习会除了分享夫妻幸福小组 还增加了儿童亲子幸福小组的推动 更强调传福音最重要的是不忘祷告 来看高雄牧者带领福音朋友 加入RPG的祷告见证 因为幸福小组 我们一共八周 我们原则上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第四周 是特别讲到祷告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这个第四周的时候 就是要特别让Best 他有机会 他自己祷告 自己经历神的工作 自己经历上帝的大能 怎么带领他的人生 那我觉得从第四周之后 我们就开始会跟他们安排来RPG 他们在职场 这些职场他的同事 那他的同事当中 就是有遇见了一些的困难和挑战 就是家庭里面 就他们就愿意去 在这个RPG里面 就是把他提出来 我们就问那件事情祷告 在那个祷告的过程当中 其实那个Best 他一开始是觉得半信半疑 对啊 他就觉得说 难道这样子就可以吗 难道这样子就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吗 但是啊 其实最后 他这个Best呢 他自己去发现了 他的家里面的家人的关系 有一开始有一些微妙的改变 那个微妙改变就是 大家讲话没有再这么样的 冲 那讲话起来 会去关心到 那个对方 你今天怎么了 还好吗 会有关心的话语出来 那他就觉得有一种改变 有一种 家里面有一种 氛围 开始在改变 所以他就是 简单的分享 那我觉得我们就去帮他标注出来 说你看你来到教会之后 你开始祷告的时候 上帝开始在你家里面改变 那当然就是会鼓励他 你要成为一个第一个改变的人 RPG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 对福气教会来讲 甚至我们自己的同工 就是幸福小组的 他们几个人 其实他们也RPG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属灵上面 彼此的带导 也彼此从神的话语面 得到喂养和力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很棒的一个过程 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 会在他们的身上会发生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十届新竹城市祈祷早餐会 持续为县市首长 以及施政团队祝福 并为政治经济 还有社会各个领域祷告 也与职场领袖合一同行 守护台湾科技的心脏 在新竹泰亚尔木者团队歌声中 新竹众教会感谢圣灵造榜新竹 带下合一的祝福 原科和教会与职场同行 举办城市祈祷早餐会 迈入第十年 今年九月一号 邀请新竹县长杨文科 新竹市长高宏安团队出席 同台领受祝福 你爱我们的杨县长 爱我们的高市长 所以你在万人当中 你信任他们 你拣选了他们 把他们放在这样的位分上 祝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 大大的来充满他们 来为我们新竹地区的子民来做祈祷 我想让这个光亮起来 让照亮了我们整个新竹地区的乡亲 我这次感到非常感动 过去新竹市政府其实一直跟我们的基督教 包含新竹基督教联合官华协会 做了许多的公益活动 包含大家所熟知的这个西手爱湖县 协助了很多的一些挤难救助的家庭 或者是一些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突破性 除了我们的童工有拜访两位的县长跟市长之外 那主要的是我们一直在祷告 希望这个城市它不要去分你我 希望能够在各地方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不同于往年 今年新竹祈祷早餐会选在农历七月 为要祝福新竹 而百姓享平安蒙大福的关键 就是住在上帝的道里 住在主的爱里 而且要被圣灵充满 神透过三间凌空圣灵的能力 大大的浇灌新竹这个城市 新竹这个城市就临受从圣灵来的恩高 这里的人为什么这么聪明 不是理性上的 是因为神的灵在这里 在这个城市里面 所以新竹成为台湾科技最发达的城市 鼓掌帮荣耀归的圣灵 盼望在这个城市的当中 能够得享上帝所赐的平安 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是 享平安蒙大福 那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是 上帝所赐给世人的平安 而且上帝也要神的儿女 神的百姓为祂的城市来求平安 新竹县市总体竞争力 长年都维持在全国前五名 特别是在经济跟就业这个指标 我们维持感恩 新竹县市是整个台湾经济成长的发动机 也是一个创新有活力的城市 新起发光 新竹亮起来 众人拿起金杯 象征耶稣是世界的光 除了为现世公职民意代表 也为国家大选祷告 呼求上帝的恩典 领导新竹不同族群 是带家庭教育经济发展的需要 新竹全福会弟兄宣告 信耶稣大福都是快乐人 我谢我主 我谢我主 我是个快乐人 我们就看到 我们职场开始同心合一 在服事的时候 上帝的恩典就充满在我们当中 那我们就看到新竹职场的转化 那我们看到 不只在新竹 在全世界都要成为有一个有影响力的城市 新竹的祈祷早餐会 在过去几年的祷告当中 来连结其他国家的城市 让他们的牧者也更认识我们台湾 更认识我们新竹 也让我们新竹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 不只为台湾新竹祷告 新竹众教会也连结帛琉 香港 澳门 泰国 美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七个国家地区 为彼此国家教会代祷 期望启动祷告祭坛 让国家城市与教会合一 同享平安 王大福 以上是GOOTV新闻中心 新竹采访报道 Retical 癫狂世代特会 眺望年轻学子 暑假结束后要重返 校园启动传福音的行动 今年疫情解封 特别邀请了新加坡神志心教会团队 分享Generations 累带同行教会 年轻人建造教会的要领 Retical Generations 癫狂世代特会 在九月开学前火热举行 吸引了110间教会 2000多名国高中大学年轻人 在新店行道会 跟新加坡神志心教会 联合敬拜团 动感十足的敬拜赞美声中 祷告呼求圣灵的交换 并回应全职侍奉的呼召 为耶稣垫狂 是神今天我看到的 是全新你带在兴起 就像你呼召了我们一样 你呼召了他们 使用了我们 也使用他们 教会应该是全人发展 神志心他们重要的 不是训练年轻人来教会 是训练年轻人在世界上面 也要卓越 但是同样的把才华带回到教会 功能不是建造教会 功能是建造人 新加坡神志心教会 不只向青少年传福音 更让他们在教会学习专业 并建造教会 也就是Generation 雷带合一同行 从1999年设立教会至今 已经有从小在教会服侍的 期待领袖 我们一起长大的 我们已经有20年了 认识彼此都有20年了 很长很长的时间 有些人我都有点腻 开玩笑 他们在复兴中成长 因为他们在复兴中成长 在复兴中奏训 这就是我们教会累代的起源 第一代在复兴中成长 复兴也代代的传下去 下一代不是只年轻 我五岁十岁的这一群大学生 而是在更下面 这一群的国中生 这一群的国小生 他们都可以起来成为领袖 我需要先给他们一个归属感 我觉得这一代好需要归属感 当他们有归属感的时候 他们就更乐意一起跟我们 来建造属神的家 陈上豪牧师有呼召你要当牧师 传道人伟生的青年 感谢上帝 我们有26位的青年 以后要决志当牧师 我觉得牧师我赚到了 因为我赚了一批的门徒了 那他们就可以为福音来广传 然后大发热心 Retical Generations特归 特别为年轻人打造 不仅有AI科技感十足的布置 还安排线上游戏 桌游工作方讲座 帮助学员寻求个人生命突破 其团队建造 青年行道会团队也分享个人生命 国高中校园传福音见证 展现不同时代合一同行 我们不是要做青少年而已 是成人能够参与在青少年 青少年的事工也应该要带领成人 而且是每一个的牧区一起合作 不是建造你的牧区 是建造神的国度 我相信这个样子 整个的教会都会变得不一样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比较年轻嘛 我们的灵命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 就还是需要一些牧师 他们牧者带领 我目前领受的是 就是要先处理自己生命的问题 再去回应福招 Radical 颠狂世代特会 盼望全台众教会牧者 兴起并成全年轻人 一起世代同行传扬福音 迎接后应勤时代树林的大首歌 以上是QTV新闻中心 新北采访报道 新加坡神之星教会 由陈绍豪曾秀平牧师于1999年创立 从五人小组就有积极向青少年传福音 且牧养培育七代年轻人领袖 不是一代取代另一代 而是generations 累代 世代同行成为建造教会的根基 虽然疫情严峻 但教会联合聚会还是有五千人参与 且会有平均年龄二十三岁 目前教会更有五位主任牧师 共同领导 培育青少年不只成为明日的领袖 更是今日教会的领袖 但是我们的五位主任牧师 两位主任牧师是我的妻和我 的年轻人 三位在三个年轻人 所以他们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一起成为一群 所以我们的年轻人 非常愉快因为我仍然来 我仍然来 我可以带来的经验 我可以带来的关系 我可以带来的东西 我可以带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往前五位主任牧师 还是我们手 Herman 我们不要理会 祂上这开许 我们正三 nuestra like in the world where you talk about ethnic group or interest group for us the representation is for generations God has given me a live verse and my live verse is found in Isaiah 58 verse 12 you know a long time ago God spoke to me and said you will raise the foundations of many generations so in Heart of God Church we've been building generations and generations of leaders and you know right now we have built seven generations of young leaders already and between each generation it is just three to five years apart it is not like a 40 year old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is 20 years old but those seven generations each generation between each generation is about three to five years apart because every time one generation grows up we go back down to reach another youth group then they grow up again we go down again and start another youth group for the 13 and 16 year olds so that's how we have been building generations and one very key concept of building a strong church for us and getting all the young people to be strong is that we've always believed that generations are not replacements but they are reinforcements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senior pastor the top leadership must buy in must change the mindset and have a vision for young people so we have realized that just the youth group reaching out to young people is not enough the youth group cannot do it alone so in the past it used to be the youth will reach the youth but now we realize it is not enough the whole church needs to be mobilized and that's why we need to buy in from the senior pastor and when the senior pastor the elders the board begin to support it with all the resources and getting the whole church even the old people to reach young people we call it mobilizing the whole church I think that is the important ingredient in reaching the young people so for us we would encourage the grandparents to bring grandchildren if you cannot reach out to your colleague because they are older, they are busy, they will not come to church you know, then you reach out to their children and they are very happy to let the children come to church because it's like free babysitting for them so yeah, mobilize the whole church 我们今天人物故事要从一间教会说起 这间九份长老教会 同时也是九份的第一间民宿 负责打理一切的李美宜牧师 三十多年前就移居到这里来募会 这间九份从早里的目落到如今 观光客的盛行一生一路恩典的同在 拉开重连眺望九份山海古雕 日本何时风格 这是九份第一间民宿 这里是以前我住的地方 躺在床上的话就可以看到海 整个夜景也可以一览无 协助打点这民宿大小式的反苗李美艺 也是九份长老教会历经八十多年里 第十八代的牧师 在二楼的教堂还保留了日据时代的圆女子 住宿的房间里 绳边的灯饰 装饰的挂画到角落的花束 也可以发现不少美艺牧师经营的小巧思 我觉得神一开始我们不知道的当中 祂就一步一步带领我们 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假如要说的话就成为一个光光的教会 来 喂 老公是可以讲吗 你好 嘿 我请请问一下 你七月二十二有吗 从大一半要接起客人的订房电话 化身成订房专员 九份长老教会 从起初的平房 到入京三层楼的复合式教会 当年负责画设计图的林仙茂牧师 回忆起建堂路 与每一牧师一起惊叹连连 就拿给李姐 我说李姐五十万 我就看到他一脸一阵铁青 因为当时教会的户头里只剩五万 他就拿了那张勤款单跟收据的时候 他就离开 他去讲台前跪在那边祷告 哭着祷告 突然间就有一个陌生人进来 他说他是台北蒙蒙教会的弟兄 他本身是建筑师 他就看到说 在这么美的山城有一间教会 他也很开心 结果那个李姐就跟他讲说 他说我们校要付五十万可是我们没有钱 他说 蛤 你妈妈怎么办 他说那我知道神为什么带我来的 他说那一天他早上去进办公室之后 他一直有一个感动他想要出去走走 他就开着他的车 漫无目的地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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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就开到九份来 那是他这一生第一次去九份 他根本不知道路 怎么去九分 就是好像有一个力量带着他 他就拿起他的大哥大 他就拨了用电话 就说就跟那个小姐讲说 你下午把你两点前 把这笔钱汇进来 我们先去看阴阳海 再去看不 再去看那个黄金瀑布 神机的建堂路时光推移 李美艺也移居九分三十多年 对这的风俗民情 辽落执掌 地形崎岖蜿蜒 仿无比铃而见的特色 让他早年到这里幕会探访 可以说是翻山越岭 比悲情神士 神隐少女更早来到 九分的李美艺见证的是 从早年的没落 就靠着一点一滴的探访 让这地的居民可以听见福音 那个我们刚刚停车的那个地方 那个也是我来的时候 把他带来信主的 他的先生也一直都没有去教会 后来我慢慢带他先生受洗 他自己也受洗 他的孩子的 他媳妇也受洗 他孙子也受洗 在美艺牧师身上 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股温柔的剪影 让当年三十出头就把一生都放在了这一间教会 默默地埋在一地 结出了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的信仰 这边的惠友很单纯 他那个小时候小学三年级 我来 他现在已经是 他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 在读研究所 从他小时候看他长大 他的小孩也长大 就像一个大家庭这样 我们长老教会很多的牧者 都是在乡下 惠友都是差不多这样 就是一直守在那个不同的区域 做上帝的工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就必杰出许多的子力来 我不会觉得我在这边有做多么大的丰功危机 只是说我们就像那个两千的 上帝就努力地做两千的事这样就好了 让自己的岁月成为一地福音的桥梁 默然回首才会发现 福音不是昙花一现 而是早已埋在校民的心结 主份战老教会在1937年设立 经历了二战到光复 教堂内的木椅也都还是当年日据时期 留下来的样貌 不过眼看着教会的斑驳 有着一位阿嬷 心心念念的想让教会来翻心 就先抓着自己当年还在念高中 制图科系的孙子 拜托他画一张图 好让他们可以拿去募款 他那个阿嬷你能不能 也帮教会做一点事 我说我要做什么事 他说你设计教会好吧 我就真的画了一张图给他 那只不过是一张A3的纸 然后东西南北四面的立面图 这样而已 不以为意的画图 觉得只是阿嬷的白日梦 想要逃离这建堂事工的 林县茂牧师 逃到海外当兵两年 没有想到回台后发现 教会更破旧了 看着阿嬷依旧心心念念的建堂 也开始认真摆上自己的一份力 我阿嬷就是心心念念的就是教会 她在九分住了一辈子 然后这个教会她也是参加一辈子 然后我就跟她说要180万 就她一听电话那一头 她停了好久 我印象中至少十秒以上 我就问她说 阿嬷怎么了吗 教会有没有钱啊 她说有钱 我就比较放心 我说多少钱 她说三十五万 我一听喔 我马上就跟阿嬷 我很认真 我就跟她讲说 阿嬷那算了不要 这件事不能这样做 结果她电话那一头 讲的一句我永远问不了的话 她说这件事不能停 这是上帝的工 你不用烦恼 上帝要做的工 她自己会想办法 你只要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好 我现在讲这个我都跟她讲哭 我就觉得怎么可能 金上说信是未见之事的确局 你们那么有信心 我真的没信心 我说阿嬷我跟你说 这件事是这样 我画完就没有我的事了 她说好 阿嬷的信心与牧师更好的顺服 让神有动工的机会 1988年新建工程开始 就动工的那一天 印象也是好深刻 因为要把旧的李派堂拆掉 那我阿嬷早早很早很早就跑去站在那边 她要看这样 然后开始拆拆拆拆拆拆拆的时候 结果三面墙都被打掉之后 剩下最后一面墙 自然而然就会倒下来 那一面墙一倒下来之后 我阿嬷像个婴儿一样放声大哭 因为她心疼到我 我不知道怎么心疼不了 两年的时间 峰回路转的建堂路 还从原本设计好的两层楼 因着当年无形界长老教会 詹灿东牧师想变更成三层楼 更能眺望美景的原件 预算又要增加了 80万 其实我给她那个数字 我是想要让她自然而退 我的用意是这样 结果想不到牧师一听 就说80万是吗 好吧 我来想办法 我想说没输人 你有什么办法 她回去无形界教会 鼓吹教会为我们奉献 后来无形界教会奉献了40万 然后詹牧师去跟她的兄弟姐妹募款 又凑了40万 凑了80万 就捧着这个80万拿到我们教会来 让我们可以顺利地完成这件事情 就是当年无形界教会为我们奉献80万的时候 应该去欠了很多办法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种事情只会在教会里面有 就是自己是不足的 还愿意给人 阿嬷的梦带出了信仰的核心 仆人的摆上带出了信仰的真谛 让参与其中的人都可以对后人迎送 神同在的轨迹 从一间教会的建立 可以看出与神同工的美好 福音传入台湾150多年 宣教士使用的福音工具还有文献 渐渐被遗忘在历史的洪流当中 第一届基督教教育博览会 就期望透过宣教士的历史文物 运用摄影绘画 装置艺术等等来与民众对话 也期盼基督教育者 有省思重返福音合唱 天场共有五个展区 包括镜头里的异象 艺术临丝之旅 寻到在风景之间 土以载道 还有牧养现场 基督教教育博览会展期 从8月14号到10月15号 邀请您前往参观 除了锁定GOOTV频道之外 也欢迎您在网络上关注 Facebook GOOTV App Instagram以及订阅GOOTV News YouTube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家人 我们下周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